接著歡迎韓國代表張慶熙 好 今天要唱一首歌 要感動人的 對 妳會哭嗎 不會 對啊 妳情感這麼豐富 我覺得應該很動人 其實那個海選以後 我完全失落我的方向 所以 可是要準備36強 那時候的故事 那時候我不知道 到底怎麼樣唱 《月亮代表我的心》才對 可是 我不知道 那時候坐幾乘車 我突然問司機先生 先生 為什麼台灣人 那麼喜歡鄧麗君 那時候他答應我 很簡單啊 聽鄧麗君的歌 我的心情就好一點啊 所以我覺得 音樂是3到5分鐘的一個 奇蹟 這樣講得很好 3到5分鐘的奇蹟 結果講得非常非常好 可能讓人家傷心 讓人家宣洩 讓人家開心 說得很好 所以今天要唱鄧麗君的歌曲 今天我要唱 王力宏的一首簡單的歌 就是要這麼 有那麼奇怪嗎 OK OK 希望大家會明瞭 歡迎韓國代表張慶� 這世界很複雜 混淆我想說的話 我不懂太複雜的文化 什麼樣的理由 能夠永遠記得住 讓幸福別走得太長處 雲和天 結合花 從來不需要說話 痛不了 依然日夜牽過 唱情歌 說情話 只想讓你聽進去 我愛你是唯一的傾訴 寫一首簡單的歌 讓你的心情快樂 愛情就像一套河 難免會碰到活著 這一首簡單的歌 並沒有什麼的歌 好想我 那麼地平凡卻又像個愛 掌聲鼓勵 謝謝韓國代表張慶熙 張慶熙真的很有趣 因為明明就是 立即常常講話你也聽不太懂 但是你唱歌的時候 又可以把那些感情好像 很輕易地這樣表達出來 就是流露出來 我覺得這還滿不容易的 這應該算是你的天分吧 其實整個主歌我覺得唱得滿好的 因為這整個表情就很清楚 但是到了副歌 我覺得副歌真的就沒有唱好 因為結合了前面的 副歌其實是一個總結 它是一個重要的一個段落 它其實必須要有一些力量的 但是這個層次其實就沒有做到 因為一首歌其實不只是 氛圍跟情境 因為你還是要有 應該要有的技術跟張力 這個部分我覺得你以後要多注意 因為畢竟這次唱歌比賽 好 我們看一下 韓國代表張慶熙的分數 請下 那我們恭喜高子涵過關 子涵怎麼哭成這樣子 怎麼了 就是 媽媽特別從本屋來看我 然後我很怕我失敗 因為我想要過關送給媽媽 好孩子 好孩子 小心亂走好不好 好 恭喜過關喔 好 好 好 就這樣我歡迎 每一位